我们 得先把伤口处理一下 小贺云 我知道 这件事情 对于你来说 冲击很大 但是你得冷静一下 事情无事了 无事了 不怪你 真的不怪你 我在抢锅的时候 我甚至都想了 我有可能也会这么做的 而且你要知道 他是要炸车的人 他在拿着炸弹上车那一刻 其他已经做好了 要死的打算了 我你们被炸死 也不想去找人